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个扭轮运动定律的立体 那这一体它也是连结体 只不过它增加了一个 变因素 增加了一个考虑的点叫做斜坡 那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配置 两个物体用 绳子 连接跨过滑轮 那这两个物体如果会加速应该是沿着斜坡加速 那也就是说它的 加速度是沿着斜坡的 那我们在前面有 做一些题目 我们说合力会造成加速度 然后我们常常会以 加速度的方向 来设定做标轴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分析 所以 这一体就是让我们练习一下斜坡上的 这个受力分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斜坡的受力分析 这里有一个斜坡 坡度是θ 斜坡上的一个物体呢 它会受到 它会受到重力 还有正向力 重力是这个w 正向力 像 像那个垂直 垂直接触面 的方向 那它如果往下滑 加速度往下 那如果运动的话 加速度应该是 沿着斜坡 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 选择以 沿着斜坡 为x方向 垂直斜坡 为y方向 那这么一来呢 我们要找它的合力的话 就会发现 重力 需要被分解 因为重力是 没有沿着x或y 而正向力 就不需要被分解 那这个 时候 重力要分解成 x方向 和y方向 就所谓的 wy 抱歉 这边x wx 以及 wy 那可以利用三角函数来表示 如果坡度是θ的话 那我们现在画的这里就是 90-θ 那它的 内错角 就是这个位置 也是90-θ 对不对 那 所以因为这边是90度的关系 所以上面这个角就是θ 好那么所以 绿色的这个wy呢 它其实就是 蓝色的w 乘上cosθ 那 红色的这个wx呢 它其实就是蓝色的 w乘上θ 这个就是 对于 斜坡上的物体 它的重力 我们会这样分析 它受的重力 我们会这样分析 沿着斜坡的 方向 是 wθ 垂直斜坡的方向 是wcosθ 好 那 通常呢 它如果沿着斜坡运动的话 正向力 就会跟这个wy 一样大 因为它并没有 在y方向上加速 只有在x方向上加速 好那我们来看这体 这体 这体它是有两个物体 透过 绳子连接 第一张图告诉我们 它呈现平衡状态 合力为0 那我们如果单纯看 N1的话 因为 正向力 跟wy 抵消 所以我们就不画了 只画出 这个 绳张力 还有 这个 沿着斜坡 方向的 重力 其实这个情况下 它也是平衡 不过 我们要找出 N1N2的关系 看N1的话 它就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关系 N1G乘上 赛53度 是 4分之4 N1G乘上 4分之4 就会等于 绳张力T N2的话呢 看N2 它也是类似 就是 N2G乘上 3分之3 赛37度 5分之3 就会等于 T 所以 比较这两个 我们就会发现 N1 N1 就会等于 3倍N2 发现 3倍N1 不是 应该说 就可以看出 N1比N2 是 3比4 所以 4倍N1 就会等于 3倍N2 好那接下来 题目才要问的是 第二张图 如果N1N2 互换位置 那 它的加速度 会是多少 我们已经从第1章 第1章 第1章图知道 N2比较重 N2比较重 那可是现在N2又放在比较陡的地方 53度比37度还要陡 所以 比较重又放在比较陡 它就会 往下拉 所以加速度会长这样 那也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 的分析方法 只不过 然后 这一次是 N1 是在37度那边 N2是在 53度这边 我们一样把重力 沿着斜坡上的 重力分力 画出来 然后 神障力也画一下 这里的神障力会跟第1体的不一样 因为它有在加速了 好那一样的分析方法也是先看 先看其中一个 先看N2好了 那 它的加速度 是沿着斜坡向下 所以 N2G 然后 sin53 就是 4分 去扣掉 沿着斜坡向上的 张力T 就会等于N2A 然后N1的话 也是 他是T 扣掉 N1G 乘上sin37度 就会等于N1A RT'是自己假设的 所以要被消掉 然后才会求得A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带入 刚刚的这个 A 等一下再带好了 我们先 先把它合并 就会变成 5分之G 然后 4N2 减掉 3N1 就会等于 N1加 N2A 好那这里我们会用一点数学上的技巧 就是 既然 N1和N2 是 3比4 那我就可以设 N1是 3公斤 N2是 4公斤 这样来分析 所以我可以把 N2设为 4 N1设为3 N1设为3 N2设为4 那同学可能会有疑问说 可是这样 我怎么知道是3公斤 是不是30公斤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你如果这边都多了0的话 其实 等号左右 相当于等号左右都同乘于0 所以 其实不需要 在意 不需要在意它实际是多少 只要知道它的比例就可以了 好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5G 然后 16 4416-9 就会等于7A 所以最后加速度A就是 5分之G 好谢谢